我們歡迎安南區安電力 我們所有的鄉親 來臨台南市議會訪聽 感謝 謝謝議長 首先要感謝市長 我們海電力的活動中心 就是說 本來是跟國安力聯合 但是國安力已經超過2千6百人 海電力已經超過3千6百人 所以如果要辦活動就對了 母親節 中秋節 金本都客不客氣 人滿為患 所以感謝市長的支持 你看 市長你看看 這裡的心 還有這裡的素心 還有這裡的綠能 新的活動中心 市長 你知道 為了海電力的活動中心 我們謝祭司 為了這個新的活動中心 我們開會不下十次吧 為台北的變形 尚到中央 而且 又為了找地主 地主還住在高雄 又找不到人 甚至乎還沒人接 腳上找不到人 到外面 是透過林鎮的入圍 食材這個地主 他住高雄 他給搖槍來 所以包括說 我們的前理長李俄森 理長他也很用心 他每個年宿 八百 八百貨 八百的海電力 我們鄉親的年宿 年老 把市長 我找到市長嘛 市長你有沒有看到嗎 因為這個變形 還夠找地主 而且連山流標七次 所以定義這個海電力 和當中心 是一波三折啦 對不對 謝基斯 你最清楚的嘛 你有一條夠位嘛 那我們 海電力活動中心 先到這裡後 因為我們 我們是採取利能嘛 其中利是講到利能嘛 所以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黃臺百業 因為如果落後 都會涉入 都會噴進去 所以我跟我們的 員區長說 員區長這樣不行 不然我們這個 黃臺百業 起得這麼好 這麼新 這麼舒適 但是呢 如果要落後 就破後進來 這樣 這個問題一定要處理 結果我們的 員區長 馬上交代下去 所以 員區長 能力好 效率高 馬上隨處理 所以 今天在這裡 要特別 感謝我們的 謝基斯 跟我們的 員區長 好 那請 可以請 謝基斯 跟員區長 你們離開了 好 請兩位 市長 你們辛苦了 我們 小議員很肯定 在推動新南向政策 從今年八月開始 我們正式來實施 泰國跟文萊 免簽證 30天 所以 泰國人 泰國人 泰國人在104年的10月 他來台灣的人數是13441人 但是到今年呢 他增加到23289人 所以 所以高通部 觀光局的這個統計 今年 泰國來台灣觀光的人數 比古年大增73個百分 percent 所以表示說 免簽證 的確吸引了更多的 泰國的這個觀光客 來台灣 那高通部呢 也預估說 我們 東南亞的這個旅客 將會年增 28萬人次 成長20percent 可以創作130億的這個商機 所以本身想要請問市長 市長 我們未來的 面對 這新增加這個東南亞的這個遊客 我們台南準備好了嗎 是 那個跟 市長我還沒說了 因為我們沒經過 我們的紙飛 就是車搭面包機 是只有 香港到台南 大阪到台南 以及胡志明到台南 這三艘而已 沒有曼谷到台南的這條艘 所以本身覺得 這實在是很可笑 是很可笑的 有看到 市長你有沒有看到 沒有 沒有曼谷到台南 所以 本市裡面說 我們這個文化古都啦 我們觀光文化資源 非常的豐富 而且多元化 所以本市裡面說 我們應該要多多的吸引 這些東南亞遊客 來我們台南 促進我們台南的 觀光產業的一個發展 所以本市裡面想要問市長 相對這裡的東南亞遊客 我們 他們如果來 我們有沒有一個友善的環境 是 我們是這樣 我們已經有幾個具體的做法 第一個就是說 就交通方面 當然我們要跟高雄合作 我們雖然短期內 沒有辦法開闢泰國曼谷 或是雯來的機場 但我們和高雄合作 第二呢就是說 我們這次已經有你開闢 穆斯林的友善旅遊環境 不用說公共的祈禱室啦 已經有成立了嗎 我們現在在推動這個東西 我現在就是要講說 友善餐廳已經有了 因為其他的縣市 都有針對東南亞 這些遊客 成立一個穆斯林的祈禱室 而且 要提供 說店家跟旅館業者 簽對這些東南亞的遊客 那他們相關的東南亞的文化 這個課程 要讓他們夾借了 了解這些國家的這個風俗文化 飲食習慣 才不會說不小心踩到他們的地雷 最重要的是說 要積極 向這些航空公司爭取到我們台南飛曼谷的這個班機 讓這些免簽的這個遊客 來我們台南觀光 讓我們台南的這個 觀光產業更加的這個國際化 市長你覺得怎麼樣 你現在都進補過的意見 台南市政府也是都按這個方向在走 旁邊你剛才拿去的穆斯林友善餐 其實台南市已經有了 但是我覺得不夠普遍了 所以我們那個觀光旅遊局 和相關的局處 這邊也在積極 有一些商圈 或是說小吃店 這我們都可以來提供 再來就是說 他們這個新南向政策的國家 他們的小孩來臺灣 或是台南市擱櫃 這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這次台南市政府 已經參加我們台南市的17間大學 大家有一個默契 這次當地討論說 要怎麼提出一個有效的 招生的政策 讓他們可以來臺灣一起討論 市長 是 陳大他之前 成立一個東南亞語言的訓練班 在網站報名 瞬間秒殺 所以可見說 我們這個東南亞語言 已經是一種潮流 是 所以本期認為說 我們教育局要可以協助高中來推動這個東南亞語言以及文化的課程 那不僅能夠加強我們台南未來的人才的競爭力 也能夠落實我們四湖多元化教育的目標 這個議員的部分我們台南市政府兩個做法 一個就是鼓勵新台灣知識要講母語 因為我在頒發市長獎的時候我發現得到市長獎的新台灣知識 三個差不多一個有在講母語 今天兩個沒在講 所以我們鼓勵校長老師要在學校裡面鼓勵新台灣知識要講母語 第二就是如果我們鼓勵台南市的大學 把南向國家的語言列為選修的語言 讓大學生要選日語或選德語 法語或選東南亞語言 可以列為選修的課程 這樣提供學生如果要讀就有機會讀 我們希望說能夠盡早的設置 而且提供我們東南亞遊客的這些友善的環境 讓他們有這個意願來台南 台南有非常多值得觀光的地方 台南也是全台灣最有文化歷史古蹟的一個城市 讓他們他們去生活說 然後他們價錢還魁房 台灣的節制 因為是真是放 arcade 來建國台南的歸史 っていう圖�界的機能 如果在世功才會令到 tomorrow 友善 shows 他都幫充電的叫做 是不是會讓民眾感覺說 哇 施工造成的不變 跟不滿的這個情緒 就已經治癒了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這個動漫文化非常的盛行 所以有越來越多的城市 把腦筋動到這個路障上 把路障設計成當地的吉祥物 或是動漫人物 那這一股作風 已經漸漸的在日本 形成各地的這個風型 所以現在許多日本的縣市 都有自己的專屬的路障樣式 市長你看看 這個是 剛才那一張 這個是新鮮縣的 這個陸障 這個是 兵庫縣的這個陸障 這個是 熊本熊 那這個呢 這個是 庫島 黑豬 因為他們培育出黑豬 所以就把它當作他們的吉祥物 那這個 鄭湖地獅 那這個奥西索 是泥屎 是泥屎 這是什麼 就是獅子 這個陸葬呢 是他們江戶時代 第八代的將軍 所設計出來的 這個陸葬 那接下來呢 這個千葉縣 千葉縣是在他們 舉辦全國體育道會的時候 所設計出來的這個陸葬 這個呢 五馬天 琴瑪縣 這個琴瑪縣 你看也是非常的可愛 接下來是 四角是什麼 四角就是路 路 奈良 如果市長你有去到日本的話 在這個奈良 有看到非常非常多的這個路 所以你看他們所有的地方的城市 都有他們自己的專屬的吉祥物 然後他們把這些吉祥物 或是說 把他們設計的這些動漫的人物 來當做他們的地方的路障 我覺得這是我們台灣可以學習的 來放過去 看到我們台南 不只是台南 台灣喔 那個路障你看到喔 你看看 三角錐 然後塑膠板的 塑膠條的這個路障 市長 市長 你看看 台灣 枯燥死板的三角錐 你看 台南 日本 閉起來 你看 市長 你的感想怎麼樣 當然是日本看起來 比較活潑 不過我可能要請教交通局 張局長 是不是路障法規上有一定的限制 如果我們可以把唐議員的意見 來 來交給那個路障 生產路障的公司 讓他們參考 日本政府說 許多那個外國遊觀光客 到日本去觀光的時候 看到那麼多可愛的那些路障 都自拍耶 跟他們的路障自拍 甚至呢 帶動了他們周邊的一個商機 不明而來 周邊的商機是什麼 鑰匙圈 手機吊飾 所以讓路障 不只是路障 市長說 公安局長 張局長 張局長 跟議員報告 應該是沒有吧 這個路障 基本上它是一個警示的標誌 對啦 所以我就說 那些可愛的路障 中央是有它的規定 我們可以來跟中央反應一下 不只 是可以讓用路人 賞心悅目 而且可以讓用路人 更加的來注意 然後達到它那個警示的一個效果 這是我們要學習人家的地方 局長 還有公安局的局長 這個 都是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我相信說 路障 絕對沒有規定說 一定要是什麼 所以 翻過去 議員 這個法令有規定 這個 但是呢 並不是說 不能改變 對 我們可以來努力看看 所以法律的規定 是說 你只要做安全措施嘛 對不對 沒有規定說 你安全措施 必須要做什麼 不可以做什麼嘛 對不對 像我們台南你看 黑面皮路這麼可愛 我們黑面皮路 就可以當台南的路障了啊 讓我們路障 可以結合我們台南在地的特色 你看多棒 喔 下一張 喔 這是黑面皮路 你看 這個是安平的劍屍 這個 安平的劍屍 就跟 沖繩的 那個獅子一樣 喔 我們安平的風獅爺 喔 你看 這也是我們當地的特色 我們台南的特色啊 其他縣市完全沒有的啊 那現在放過去 所以喔 路障喔 可以結合我們台南的 當地的特色 我希望說 喔 市長 我希望說我們相關的局處 喔 未來 希望說在我們台南 看到的路障 是我們台南 非常可愛的這個路障 喔 包括 黑面皮路 包括 我們的劍師 還有 我們 其他的 喔 電影院報告 其實我們現在 振興街區的 在假日的 人行專用道的時間 就是用漫畫式的路障 那是金發局做的 那裡也非常受到歡迎 也很多人跟那些路障合拍 對 所以 我是希望說 因為我從來沒看到 看到的路障就是這些 三角錐 然後 那個塑膠板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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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髒 又難看 所以這是個讓 用路人喔 郭路人覺得說 不但喔 不方便 在這裡又難看 這是 我覺得這是我們要 可以學習 他山之石可以工作的 這個地方 我希望 以後 在我們 未來的 台南市的 我們市府 各局處的工程 的路障 都可以看到這些 我相信 這也是我們 台南市民 非常 看到 他一定會驚喜 不是驚嚇 是驚喜 說哇 我們台灣的路障 都這麼漂亮喔 別的縣市都沒有 所以 市長 我覺得這個 可以學習一下 要結合我們當地的特色 那 來 接下來 那個 市長 那個消防局 李局長 李局長 我們那個 消防員 這個意外險 在哪裡 我們是公務人員 依照公保 來做 這個相關的 所以公保就是 公務人員 因公傷產死亡 被問金 發給了辦法 只保障 我們消防員的 這個執勤的時間 還有上下班的這個途中嘛 對不對 是 但是呢 那個 兩年前 我們高雄的這個氣爆 就帶走了 五名 警消的 這個生命 那 在我們 公務人員 這個 因公傷產死亡 衛生金的 發給辦法 是可以領到 國家衛生金的 但是 國家衛生金 只保障到 我們消防員的 這個職勤 這個職勤的時間 萬一消防員 在上班的途中 遇到 出了意外 是沒有辦法得到 衛生金的 所以 只能靠另外的 這個保險 來保障 自己 跟家庭 議員 跟你報告 上下班的途中 算是 我知道 現在我要告訴你的 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 上下班 如果發生意外 現在我要跟 消防局 你說講的 就是說 我們 消防員 只能靠 這個另外的保險 來保障自己 跟家庭 另外的喔 另外的保險喔 因為消防員跟警察 在保險類別 是 最高 最等級最高的 這個第六級的職業 跟一般上班族來相比的話 是屬於 是屬於 等級最高的 所以如果說 一般上班族 舉個例子 一般上班族 如果保費 年繳一千兩百塊 那 我們 消防員的這個 保險呢 至少 要 六七千塊 跑不掉啦 所以這個保額 可能呢 還比 一般的 消防員 還低啊 一般的這個 所以 我們消防員 意外保險額 比較低 暫時 保會 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高 風險的職業 對不對 所以 其實警察 也面臨到 跟我們消防局 同樣的問題 所以 接下來我要講的 這就是重點啦 局長 所以 內政部警政署 他們出面 去跟保險公司 來洽談 所以 警察局 去年就開辦 全國警察機關 自費型的員工 團體意外保險 就是團保啦 那 只要是 警察機關 警察機關的這個員工 都可以自由 來選擇 投保 只要你年繳 一千 五百八十塊 就能夠享有 重大 燒烤商 的這個給付 還有住院保障 還有住院給付 等這些 意外的 這個福利 你看 你這樣 連眷屬喔 連眷屬都有保障喔 眷屬 如果說 加這個團保的話 因為傷害保險 警察 本身 他是三百五十萬 他的眷屬是兩百萬 那意外呢 傷害導致 殘匯保險金 依照 殘匯的程度 與保險金額比例 來給付 那意外傷害 醫療保險 實質是三萬塊 家屬也是三萬塊 那如果意外保險 意外傷害醫療 定額住院的保障 那病房會 病房會 這個日額 最高是九十天 你看 兩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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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屬也是兩千 那骨折為住院給付 依照骨折 這個日數 來乘以住院 日數的這個比例給付 所以 警政署 有出面 跟所有的保險公司 來洽談 我希望說 消防局長 你要跟消防署的署長 比照警察的這樣的一個保障 跟福利 要積極的來爭取 讓我們這些消防兄弟 打火兄弟 在出行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保障 當然我們不希望說 發生意外 但是確實 我們消防兄弟的這個意外 這個比例是相當高的 所以我希望說 李局長 你既然是消防 我們消防兄弟的一個頭啊 我希望你能夠 關照到 能夠重視 我們消防兄弟的這一些保障 或是種福利 局長 你覺得我這個建議怎麼樣 謝謝唐議員的關心 那麼這個部分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做研究 還有再跟中央來做建議 看看能不能比照來做處理 好 好 市長 那個日本 日本齁 那個金美吉祥 就是 紀錄成的這個導覽APP APP 結合 AR 我覺得這個也值得我們台南來借鏡 來學習 寶可夢購 今年8月 發行以來 在全球掀起一股 AR的這個熱潮 大家在消寶可夢有沒有 今年一天 但是呢 其實人家 日本啊 這個紀錄成的這個古蹟 早在一年前 就看到AR的這個發展性 把AR的技術 跟紀錄成的古蹟 導覽來結合 就像接下來這個影片 就像接下來這個影片 幾張女婚 看一下 前面幾張 來學堅 APP 實際使用影片 你看這段影片 不是說 西班人 我們利用現代的科技 來活化 甚至 來 給我們的觀光客 覺得說 哇 我們台南古蹟像這個啊 你看人家紀錄成 可以做到這樣 所以我現在講的 要講的就是說 日本做得到 我們也可以做得到 其他人知道 人家紀錄成 在今年六月 就 已經 這個APP 從今年 去年的六月 上架以來 你知道嗎 觀光客利用 紀錄成這個APP 它的下載數 有多少你知道嗎 其他人 講這個速度 你會怕到 觀光客的下載 已經超過五萬次以上 五萬次喔 不是五千 也不是五百喔 但是呢 對比我們台南的 古蹟導來 APP 去年八月上架 到現在啊 下載數 我們台南的 我們台南的 多少人知道嗎 市長 只有一千次啊 少得可憐啊 那為什麼 會落差這麼大呢 因為我們 古蹟導覽就對了 雖然這個APP 也是有 但是喔 最主要是什麼 文字 跟語音的導覽 你看看 一堆 一堆 密密麻麻的 文字 看久喔 最不久了 在這裡喔 只有單純喔 只有看 只有聽 很快喔 就讓觀光客 覺得說 有夠無聊 所以我們要活化 所以本市覺得說 我們市府呢 其實可以參考 紀錄層的這個做法 把導覽APP 跟讓台南的吉祥物 可以出現在 遊客手機 畫面 畫面中 然後有我們吉祥物 譬如說 黑面皮露 譬如說 劍師 來導覽 或是 可以在 我們古蹟 像是 刺坎樓 然後一在京城 的這個特定地點 設這個 AR的感應點 遊客手機呢 只要掃到點 就會出現 這些 古蹟 全盛時期的 這個 模擬圖 那這個 這個設計圖呢 就會有 隱藏版的 這個資料 市長你覺得怎麼樣 這個意見很好啊 我請觀光局來研究 看 王局長有沒有回應 王局長你說一下 謝謝唐遠的指教 其實我們現在 有一支APP叫台南旅遊 它基本上 就已經結合了 現場實境的功能 那雖然沒有把吉祥物 放在那個圖上 但是它基本上 在現場是可以做定位 並且是可以做組合的 那是台南旅遊 那下載次數 已經超過十幾萬次 但是 確實數字 我不記得 但是遠超過十萬 但是像我書家所說的嘛 只聽 只看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嘛 結合遊戲的部分 我們是另外在做 我們基本上分開做 那結合遊戲的部分 我們今天已經辦過兩場 一場是Ingress 那一場是肉燥飯 那這兩場的下載次數 這邊衝的人次 在單場就超過七千人 所以它的也都非常受歡迎 那另外委員提到 你說在哪裡 在台南 我知道台南 台南的哪一個古蹟 不是一個古蹟 是全台南市 全台南市 是在全台南市 那另外就是說 全台南市 對啦 我知道全台南市 但是 就跟我剛才講的是不一樣的嘛 它其實是原理相同 但是我們的方法比較活潑 那還用活動的方式來帶動 那另外在現場的互動的部分 現在台南已經有要裝 兩萬多顆的 的Beacon 那這個Beacon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現場互動 那Beacon裝置之後 就是你到達定點 你的手機就會得到一些訊息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的 不管是 優惠的遊戲 或者到現場的一些問答遊戲 都是透過Beacon 來做推動 那現在這也是 GAR之後 往前就是 目放的一個新的趨勢 那議員提供的這件事情 我們也會把它 並入我們在 未來的這個 APP的計畫裡面 來做延伸性的應用 所以市長 我是覺得說 人日本在幾年就開始這樣做了 所以那個 讓觀光客或是遊客 會驚豔 欸 怎麼是那個吉祥物 來替他們導覽呢 來給他們解說呢 他們會覺得很有趣 而且很活潑 然後會很有興趣的 繼續到下一個景點去看 我是覺得說 這一部分 我們觀光局 還要再加強 我們會再繼續 其實這個我們是可以做的 藉由現在的這個新的科技 然後呢 來把這 把我們 台南古蹟最多嘛 對不對 我們是一個文化古都嘛 古蹟最多 然後最有文化 的這個城市 讓它活化 而且活化之後 也能夠帶來 觀光產業的相關的商機嘛 市長 你覺得嗎 那那個感謝唐議員 唐議員剛才我說的幾點 包括寶可夢 包括AR 包括這個吉祥物 要讓共同組合起來去行銷 這意見很好啦 剛才王局長幫你報告 我又補充一下 比如說 寶可夢風行之前 他在台南市的9年 就已經有那個 Google的 他玩遊戲的 就是說有分 綠軍跟藍軍 他在台南市的經驗裡面 大家在講 好像是工程的意思 這樣就對了 所以我們去年 其實我們就已經開始了 工程 就是說有分藍軍跟綠軍 在網路上有兩個軍 來到台南 來去做彼此的工坊 跟去建軍這樣就對了 對 五千多人 那天來五千多人來做全世界 那藍軍跟綠軍是什麼 就是說他在網路上 遊戲設定 他本身就是 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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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物 或是什麼古代的 對 它是什麼 是什麼 東西 城 光打一個城 所以就是 藍隊跟紅隊這樣 藍隊跟綠隊 來打 藍隊跟綠隊 他如果想要來參加這個遊戲 他自己選擇 他要當藍軍 還是要當綠軍 他們都要來到台南 那天來 都差不多超過五千人 然後觀光旅遊局 還有設定 利用他們來的時候 設定一個遊戲 就是說 你一定要到台南市的幾個景點 你都去看過 而且有做紀錄 那我們會給他這個徽章 給他紀念徽章 所以時間就拉得很長 這是第一行 第二行就是說 你剛才說的下載 他剛才說的有另外一個APP 我們的古蹟導覽 就是你說的一千幾人下載 但是台南旅遊 設定到大 已經超過十萬元房下載 它也是有實境 有虛擬實境在裡面 只有沒有吉祥物在帶路 所以表示說 你剛才說的幾個點 去行銷 渡市觀光 我覺得這很好 其實台南市政府已經有在做了 這次未來 我還請觀光旅遊局王局長 要怎麼把那個吉祥物 還放在裡面 如果有吉祥物在導覽 應該會比較活潑 我想這點怎麼可以 這也是一種我們另類城市的行銷 是 對不對 因為黑面皮膚只有我們台南有 電視也只有我們台南有 是 釘道交通部部長來 他也在關心路客不來 對台南的影響怎麼樣 我們觀光旅遊局有跟他做簡報 就是說這幾年來 國際性的行銷 而且是用最先進的方式 就是你剛才說的這幾點 我們台南市已經做一兩年 看的也很佩服 他認為說台南市這套做得不錯 所以其中 這個日本西路城的官方的吉祥物 是 包括建築的這個介紹 甚至還有模擬日本古城作戰的影片 這要告訴我 我覺得庫林 來 關於劉俊 因為牽涉到的是AR的設計 那它基本上遊戲的風格比較強 那所需要的每邊跟運算能力都比較高 這部分我們就是再來演繹下一個階段 可不可以把這個也應用到 現在的這個導覽的APP裡面 所以喔 就對了 就對了 只有我們台南的這個條件 來做這些事情 你說其他的關係 沒有像我們台南這麼多國籍 而且這個國籍 吉祥物 這個模擬作戰 不是說只有藍軍跟紅軍 那個比較死板 而且跟我們台南的 那個古蹟沒有關係 不過我們的真人解說是蠻受歡迎的 我們的導覽老師是 真人解說是現在比較 大家比較喜歡預定的是在台南的古蹟解說 真人 就是 因為我們台南有非常多 專業的導覽老師導覽人 那因為台南人跟人的互動還是無法取代 我知道啦但是 所以這一塊還是比較主流 那個導覽當然是人在導覽嘛對不對 是 難道你要叫小貓小狗來導覽嗎 我跟妳講 導覽員喔 他有經過訓練 所以他可以把我們這個古蹟的前一後國 這個來源的這個故事 可以讓遊客 從他的說明 可以讓遊客聽得很清楚 但是 但是沒有辦法像日本那個紀錄成這樣 這麼活潑這麼生動 而且作戰對不對 這個官方 紀錄成在當時那個年代作戰 是哪一個那個德川江戶的將軍 要來攻打紀錄成 那個是完全呈現在遊客 觀光客的這個眼裡跟腦裡 因為日本的動脈文化跟日本的這個吉祥物 我跟妳講已經說了嘛 妳看這麼多的日本的這個地方的政府 他們覺得說 這個效果實在是非常好 所以這一部分 當然是人在導覽啦 但是人導覽畢竟不如吉祥物導覽來的 讓遊客觀光客覺得有趣嘛 新鮮嘛對不對 即將會的部分我們再來 所以真的吉祥物的部分 我們台南市政府要再加強 而且可以學習日本的這個模式 然後希望說 觀光局在最快的時間 能夠把我們大台南所有的 尤其我們古蹟大部分都是 在我們原台南市嘛對不對 所以能夠盡快的 看 妳就 局長妳覺得說 多久的時間可以做到 像日本的紀錄城 我們現在 黃鳳學熱環 我們現在 來台南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下載這支APP 我現在收工 我剛才收工 這樣局長 妳覺得多久做得到 議員指的是說 用吉祥物來 對 我的 我們其實 隨時 時間表 妳大概多久 應該是說 用 我們用 手機的載具 來做這一類的導覽 這件事已經做到了 所以其實沒有時間表的問題 那議員所提到的吉祥物的部分 我們這個大概就是在做 設計跟每邊上面再來構想說 那吉祥物如何融入這個設計 那所以在導覽這一塊 其實現在就已經是可以使用 台南旅遊這支APP來做到了 但是像局長妳剛才所說的 如果我如果觀光客 我也沒興趣 我覺得說 很失敗 其實議員可以上去用用 還說 我只聽導覽這樣說 我覺得很無聊 但是因為我們導覽的內容 非常有趣 所以其實還蠻受歡迎 所以下載次數才也算是 大概全台灣是下載次數最高的 一支單支的旅遊類的導覽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要從跟我們的觀光局 還有那個文化局 還有那個交通局 你們跨局 這個都跟你們的業務有關係 所以希望你們跨局處的來處理 我們來合作 而且在最快的時間 來做的 像日本紀錄成這樣 這樣的話 不只是吸引外縣市的這個遊客 甚至吸引外國的觀光客 那這樣的話 他們就願意說 覺得台南這麼多 我還這麼多還沒看 我們市長 你先來講 都過境對不對 然後我們台南都過境 在鄉上去郭友 所以我們的目標 就是要把這些觀光客 把這些遊客 把留下來的我們台南 過美 那你要有一個誘因嘛 你沒有誘因 他們就覺得這都是西班班啊 很枯燥的啊 所以他們就不想 要說我們台南是過美 小小看一看 就去高雄了 在台南過夜是一定的 因為台南有 有足夠的景點跟古蹟可以看 那議員所做的部分 所以我說這是我們的條件嘛 這就是我們的森林所留下來嘛 因為古蹟 你沒有辦法用現在 現在再去做啦 對不對 所以古蹟是我們的 我們的森林留下來 留下來就是 對我們來講 就是我們的定規 會這個 會這個 不散啦 最珍貴的一個資產啦 這些古蹟是沒有辦法用 沒有辦法再重建嘛 對不對 我們可能再強化古蹟這一部分的生活 對 請你再講 請你再講 我這樣給你說明可能比較清楚 就是簡單說 用手機 作為那個 介紹古蹟還是旅遊景點 台南市已經有在做了 你這次要求的是要有吉祥物去導覽 對 另外呢 盡量 可以虛擬實境化 對 這兩個 就是說 我們會來加強 台南旅遊這一支 已經有虛擬實境了 已經有了 所以也很受歡迎 但是沒有吉祥物在帶領 這部分我才請王局長去研究 你說的古蹟導覽 有可能是文化局下的 對啊 那個他就比較多文字 對啊 那我就說 也許他只是個照片而已 也許只是個照片而已 也許只是個照片而已 那我也請他們 台南市在做旅遊導覽的時候 盡量能夠動漫化 其實那也不是說真的虛擬實境 就是動漫化 然後比較增加那個 那個活潑性 這部分 就是我們會來加強 對 所以就是說 讓觀光客 跟遊客 說 可以在參觀的這個過程中 有尋寶的這個新奇感 對不對 那 其實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的利用 這個VR的技術 在安平古堡 設置VR的裝置 運用3D的製造模擬動畫 模擬正成功跟荷蘭人對戰的影片 讓遊客有如勝利其盡 這樣他們在台南的觀光 他們一定會覺得說 哇 真的喔 不需此行啦 市長你覺得怎麼樣 這也是我們台南才有條件做這個 包括安平古堡 那是路我們家 對啊 安平古堡的炮台 對不對 對 我們等一下研究 這點我請文化局局長幫你說明一下 好 來 葉局長 議員報告一下 剛才市長有特別提起 我們古蹟導覽的這個部分 是過去我們都去做語音導覽機 已經弄好了 所以我們才會用一個可以透過APP 語音下載的這個方式 自動化語音導覽 那是比較深度 那比較深度 我們已經有做這些研究 過去我們也協助公司 它有打了一支正成工廠 河南人 這個 河政之戰的項目 這於我們的安平古堡 也都會播放 所以你剛才資格的這個部分 AR VR 或是AR這個部分 有些要實時的考證這個部分 都會繼續去做 去建模 一步一步來達成議員的期待 這樣 我說不只是VR 還要運用3D來模擬 3D的製作來模擬這個動畫 是 因為這個都要研究 不可能說我們在虛擬一個場景 當然 所以我就說 鄭成功跟荷蘭 對不對 然後在對戰的 這個都是真實的歷史 對不對 我們也沒有造假 當然 在當初就是 荷蘭要公公來台灣 對不對 那時候是鄭成功的時代 所以我們是真的 這個真實的歷史 然後 讓 遊客或是觀光客 感受到說 喔 原來台南 當時 台灣當時 是 電信公在台灣 連後荷蘭人 要來攻打台灣 攻打的這個過程 是怎麼樣的一個過程 兩軍 預血血戰 對不對 我現在還要再運用3D 做得到嗎 這個 這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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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時間 這個方便 來努力 因為我們安民高報 常一個熱燃遮程 其實都經過好幾次的改建 常原地荷蘭時 其實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有些書面的文字的資料 但是要透過文字的資料 要重新去把它立體化 3D化 的確要一些時間 時間差不多多久了 教授 你 判斷大概 多久做得到 我想安民高報的部分 熱燃遮程的部分 時間會比較快 應該每年 我們可以 那個3D的模 先把它建出來 但是普羅民遮程的資料 相對比較少 這個時間可能會比較長一點 所以是不是我們安平古堡 熱燃遮程這部分 先來開始做 好嗎 我們每年希望有一個新的 所以每年才能夠做到 明年才能夠做到 因為今天已經十二月了 十二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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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餐而已 你十二月了 你時間過得這麼快 所以觀光局長 你就要跟文化局 誇局處的合作 針對觀光 針對我們的古蹟 要做什麼 才有這個誘因 把那個遊客跟外國的觀光客 吸引來台南觀光 對 我們會合作 這個是你們 未來最重要的一個任務 所以市長 你很認真 所以本身也要把你輕輕 你說鍛鍊我們市府的團隊 我們這裡的市長 大家都是非常 我再給你一分鐘做結論 所以市長 我們 我們 人區 海電力用金 先給賴市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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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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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海電 海電力 ho chat 海電力給我們 海電力丟人 海電力丟人 也要幫妳很大的 老婆 回家回家 回家回家 回家八百幾粒 你這實在是很認真 感謝唐議員 感謝唐議員這件事 這樣用那麼多苦心 謝謝你 部局長 其他的立外黨黨心 都有嚴格 為什麼海電立外黨黨心 沒有嚴格 我覺得很遺憾 為什麼呢 現在我們往中心都沒有嚴格 都沒有嚴格 都沒有嚴格 那是早期的 那有 現在沒有 由於現在開始醫藥都沒有嚴格 現在都沒有 因為我看到那個梅花梨他有 好 很感謝唐議員 這個市情總之孫 也感謝我們海電立 我們的立場帶領到我們的鄉親 這個來議會訪聽 我們休息到11點30分 繼續開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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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